罗云熙度过了她的35岁生日,这是一个特别的时刻,她和她的爱人白露秀一起庆祝这个重要的日子。 这次生日聚会的焦点之一是罗云熙身上穿着的蓝色条纹外套,这一时尚选择让她看上去异常年轻和时尚。 她那独特的清澈眼神让她与众不同,与其他男艺人形成鲜明对比。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他们一起享用了长寿面,传统而又象征着幸福长久的食物。 此外,他们还晒出了两个生日蛋糕,其中一个蛋糕上有手写的卢字样卡片,这是白露为她精心准备的,表达着深情。 这并不是白露第一次在不经意间为罗云熙送上礼物,显示出他们之间的互动和默契。 罗云熙身穿的夏季款版鞋引起了大家的兴趣,这双鞋子是白露在21年代言的,这证明了她不仅热爱这种鞋子,还将其与白露的代言联系在一起。 这些鞋子上清晰地展示着白露的logo,让人毫不怀疑他们是白露送的礼物之一。 此外,庆生现场还摆放着笑脸花和小云朵的道具,这些都是白露的常用物品,表现出他们之间深厚的感情和默契。 罗云熙还特意选择穿白露的硬圆色蓝色,这是她向白露表白的明显举动。 白露和罗云熙之间似乎有着宿命感和神奇的缘分,他们的关系非常亲密,这一切让人感到甜蜜而令人羡慕。 在这个特别的生日聚会上,罗云熙送给粉丝一首歌,这与白露去年的风格有些相似,再次展现了他们之间的联系。 白露曾提到罗云熙是她的灯塔,而罗云熙在新歌中也提到了灯塔,这明确指向了白露,显示出她给予她方向和指引。 庆生的视频背景音乐与白露拍摄巴沙的音乐相同,这些微妙的细节再次证明了他们之间深厚的感情和默契。 他们是一对非常甜蜜的情侣,应该互相扶持,互相成就,因为他们之间充满了爱和甜蜜的细节。 这个特别的生日庆祝活动充分展现了他们之间的深厚感情和美好的时刻,让人为他们的幸福而欢欣鼓舞。 白露,美丽的如其名,是一个令人陶醉的女性。 她拥有一张清秀的脸庞,皮肤洁白如玉,充满光泽。 她的双眼明亮且深邃,仿佛能够穿透人心,传递温暖和善意。 浓密的睫毛使她的眼睛更加妩媚。 她的鼻梁高挺,嘴唇鲜红动人,微笑时散发出甜美的魅力,给人一种宛如仙女的感觉。 她的身材匀称,曲线玲珑有致,衣着时尚而优雅。 她总是选择恰到好处的服饰,将她的美丽展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白露的美不仅仅限于外表。 她的内在美同样令人着迷。 她聪明而机智,充满自信和魅力。 她的笑容温暖而真诚,能够照亮周围的一切。 她拥有一颗善良的心灵,总是愿意帮助他人,让人感到温馨和安心。 白露的美丽不仅是外在的,更是内心的光辉。 她的独特魅力吸引着人们的目光,使人忍不住为她倾倒。 她是一个完美地结合了外貌和内在美的女性,令人难以忘怀。 在这个特别的生日庆祝活动中,我们不仅见证了罗云熙的35岁生日, 还感受到了她和白露之间深厚的感情。 从她的外套、鞋子,到手写的卡片和道具,每个细节都充分展现了她们之间的默契和甜蜜。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爱情可以是美好而充满惊喜的。 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是那些微小的举动和细节,构成了一段感情的甜蜜回忆。 白露和罗云熙的爱情故事也提醒着我们,关系中的默契和理解是非常重要的, 它们使爱情更加深厚。 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们还可以看到她们为粉丝们准备的特别礼物, 这显示了她们对粉丝的感激之情。 这也告诉我们,身处快节奏的娱乐界,对于粉丝和支持者的感激之情永远不可或缺。 最重要的是,白露和罗云熙的故事向我们传达了爱情的美好, 即使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真正的感情也能够存在并茁壮成长。 她们的互相扶持和互相成就,是一种值得学习的榜样, 无论在什么领域,合作与理解都是建立成功关系的关键。 在最后,我们应该向她们学习,表现出感激之情, 努力维系关系,以及用心对待自己的感情。 无论我们身处何地,都可以从白露和罗云熙的爱情故事中找到灵感, 这是一个美好的提醒,让我们珍惜并培养真挚的感情。 诚意再次出演现代偶像剧,与杨子和曾顺兮一起主演, 于承恩也惊喜加盟,这个消息令人兴奋。 今年,《南风之我意》终于登上荧幕,吸引了众多观众, 让她的现代偶像剧生涯再次展露头角。 诚意以前的作品主要集中在古装剧领域, 因此,《南风之我意》的成功让观众更加期待她在现代偶像剧中的表现。 这部剧一经播出,便引发了全民追剧的狂潮。 观众反馈显示,不论是剧情质感还是演员阵容, 都相当出色,为观众带来了愉快的追剧体验。 特别是诚意在剧中饰演的傅云深, 延续了她一贯的虐恋形象,令人印象深刻。 诚意的颜值和演技都符合现代偶像剧的需求, 使她迅速崭露头角, 也为她争取到了更多现代偶像剧的机会, 包括即将开机的《门后春日》。 《门后春日》是一部温馨的现代偶像剧, 主要讲述了一名网站编辑与一名汽车工程师在海边相遇后的美好爱情故事。 这个剧情与之前备受欢迎的去有风的地方, 有很多相似之处, 而后者取得了广泛的赞誉。 《门后春日》强调治愈氛围, 预计会深受观众欢迎。 现代偶像剧需要吸引人的主演和精彩的情节, 而诚意不仅在颜值方面非常合适, 她的演技也备受认可。 她在古装剧中饰演过多个角色,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现在她正在积极挑战现代偶像剧, 适合她内敛气质的特点将有助于她成功的饰演汽车工程师这一角色。 此外, 剧中女主角是一个有趣的网站编辑, 这个角色可能为演员带来新的挑战, 传闻杨子有望出演这一角色。 杨子是一位实力派演员, 备受好评, 尤其在现代偶像剧领域非常成功。 她主演的作品如《亲爱的》、《热爱的》、《何鱼生》、《请多指教》等都在口碑和收视方面取得了成功。 她的演技是现代偶像剧的质量保障, 加入剧集将提升其整体质感。 杨子和程毅曾合作多次, 两人默契十足, 他们的再度搭档将为观众呈现更加精彩的演出。 此外, 曾顺熙和于承恩的加入也将为剧集注入新的活力, 预计将引发有趣的化学反应。 这个强大的演员阵容将使《门后春日》备受瞩目, 不容错过。 程毅和杨子的再度合作, 以及曾顺熙和于承恩的加入, 都使这部现代偶像剧充满看点, 让人迫不及待地期待它的上映。 程毅再次出演现代偶像剧, 与杨子和曾顺熙一同主演, 于承恩的惊喜加盟让剧集的阵容更加强大, 这次合作无疑是备受期待。 今年, 《南风之我异》的成功标志着程毅在现代偶像剧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虽然它在古装剧领域已经有着卓越的表现, 但对演员而言, 不断挑战不同类型的剧集才能够不断成长。 这也是一种追求演艺多样性的表现, 值得我们赞赏。 通过《南风之我异》的成功, 我们也可以看到观众对于现代偶像剧的需求, 不仅需要有吸引人的演员和精彩的情节, 还需要治愈、温馨的氛围, 以及深刻的角色塑造。 诚意的角色傅云深, 以及杨子和曾顺兮的表演, 都成功地满足了这些要求。 观众越来越注重剧集的情感共鸣和品质, 这也提醒着制片人和演员们, 在创作中药不断提高自己, 追求更高的艺术成就。 最后, 对于观众, 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时刻。 现代偶像剧的持续火爆表明, 这个类型的剧集在娱乐产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观众可以继续期待更多优质的现代偶像剧, 同时也要关注演员的表现和剧集的质量, 以支持更多精彩的作品诞生。 总而言之, 诚意和他的团队为我们呈现了一场精彩的现代偶像剧, 也为整个娱乐产业树立了榜样。 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优秀作品涌现, 让观众享受更多高质量的娱乐。 请继续期待